Moto Busy 香港的Garry 我很多謝廠方今天也很支持我們 將這輛V9 Bobber 在日本東京車展之後 寄來給我們 作這個亞洲區循迴展覽 就可以給我們香港想賣的買家 或者喜歡這輛型號的車友 就可以先祷為快 我們今天很感謝各位來到這個V9 Bobber 這個學會 這款車和Movementing的引擎系列都是一樣的 所採用的都是用V型 兩氣缸 橫紫色引擎 機器也是全新設計 而且頭尾輪加的尺寸和輪關 亦比以前舊的款更加寬大 突顯出這個V9 Bobber 的特色 我要多謝廠方和阿龍 要不然我沒有一次這麼快的旅程 一駕上去和那輛車的機器 都能給予你很優秀的感覺 很輕鬆 其實我喜歡這輛機器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的口感很純暢 它那個震動感就有些好像古董車的味道 波波也有很多 它都很自然順暢 你不需要一點力量 但也有足夠人出來 好 大家好 我是Simon V7和V9這兩款機器 其實它的分別都很大 因為我在廠的時候他們說 70-80%的零件都是不通用 都是新的部件 V7那副就是轉數略高一點點的機器 V9就再低轉一點點 你就知道這副機器 是在你腳下 你一直在操控它 大家好 我是《阿林電眼廁廁》的David 今次很多謝Gary 給我這個機會去意大利 試這部V9 Bobber 廠方這次是一個非常大膽的Marketing路線 因為這一部V9是由車架引擎和尾膽 都是全新設計出來的 廠方亦都標榜它是一部Custom的Moto Guzzi 亦都標榜它是全世界最小的Bobber 希望大家車友對這部車都有興趣 希望大家會來看看這部車 或者有機會可以買一部試試玩一下 多謝大家